气象局指出 宣南若台风预估2到3号最接近台湾 认为暴风圈有持续扩大趋势 正影响巴士海峡 东南部海面 东北部海面 逐渐接近北部海面 各地风浪也明显偏强 气象局表示 2号晚上北台湾雨势大 明天北部山区会有大好雨出现 中部山区雨势更明显 到了4号下半天 雨势才会逐渐趋缓 明天北部山区要留意会有一些局部大好雨出现的机会 另外北部 宜兰这些地方会有局部的大雨或好雨情形 风浪都还是特别明显的 西半部的强风还是要特别留意 台风的风向转变之后 明天开始在台东地区下半天之后 要留意会有分风出现的机会 因应台风渲染若来袭 气象局2号上午8点30分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中央灾害疫变中心同步开设 并要求各机关上警发条 落实整备措施 目前有三个县市二级开设 十个县市三级开设 部分县市也划设68个警戒区域 它的路径跟它的暴风圈的半径 有相当高的不确定性 所以还是要呼吁我们的民众 能够特别特别的去注意 为了加强防台准备 清北污来区公所一早就派员 进行道路危险数目巡检跟河边巡视 降低危险发生 除了储备物资 抢修抢灾的大型机具也已待命 并提供居民770个沙宝使用 比较危险的数目是部分会影响到电线 或者是影响到行人以及道路的部分 我们今天早上就做全面性的一个盘点 以巡检 渲染后台风来势汹汹 外围环流范围大 且狭带封沸水器 相关单位提高警觉不敢冲陷 云市新闻胡顺八度 新北污来台北市采访报导 您好 未经许可おやА 未经许可多 未经许可 Immun типа